我们这次最重要的一个特别地方 我们邀请到17位 在中国高考每一省的有两个状元 我们这一次一起邀请到了17个状元 他们是在北京大学各个科系就读的 现在都是大三大四的学生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交流的机会 让他们了解到美国有些什么特色的地方 美国他们的优点在哪里 他们的缺点在哪里 就是说当他们以后离开学校 或者是来美国进修 或者是在国内继续进修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国际上面的潮流是在哪里 他们需要加强的地方是在哪里 那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子的机会 让我们本地大学生 有一个跟他们交流的机会 能够从年轻的时候 这些优秀的人才就彼此能够联系 等到他们在做事能够有一些基础的时候 那这是他们很好的一些关系 很好的资讯交流的对象 商业基金会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是希望在这个Youth Division 所谓的青年企业家这一方面 那我们希望是涵盖的 就是大学刚毕业的这些学生 刚做事的这些学生 或者是在大学就读的这些学生 他们了解到 就是说中国现在崛起了 那很多的东西 你需要怎么样子来跟他们接触 如果说你在这边 是大学毕业了 或者是硕士毕业了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 那如果说以后 你希望跟中国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或许你考虑去中国念一个学位 或者是在中国的大型的企业 不管是中国的国营的企业 或者是股份制的公司 或者是台商的公司 或者是外商的公司 能够有一个公读的机会 那你对于以后 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影响 非盈利的这个机构 当然我们因为有很多的企业 他们自己是我们的会员 所以有些东西是他们在这边赞助 那基本上面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盈利的 所以我们是以知识的传递 或者是一个法规的了解 不管是做生意的正常的法律 或者是会计 或者是房地产 或者是保险 就是这边的规范的情况 我们希望介绍给国内的朋友 那国内的一些投资的机会 我们也希望他们这种相关的法规 能够让我们美国的朋友 能够这些资讯 能够免费的获得 能够在真正的投资之前 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谢谢